快看 前面的石头上面竟然有化石 有点像蝎子 还有点像蜈蚣 更像是两亿多年前的贵州龙 太不可思议了吧 在这城市中间的公园里面 竟然会有两亿多年前的化石 大家好 我是大洋方旅行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贵阳卡西特公园里面 在我身后的那一块石头 我发现上面竟然有化石 看上去有点像蝎子 有点像蜈蚣 还有点像两亿多年前的贵州龙 那么什么是贵州龙呢 贵州龙是一种生活在 大约2.5亿年前的远古生物 可以在水中爬行 也可以在陆地生活 因为上世纪的50年代 在贵州的星域发现了它的化石 所以说就命名为贵州龙 从化石的位置到地面这里 大约是5米左右 这个地方不好爬上去吧 不知道这一个化石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一个化石 它的身体 它的尾巴 它的爪子 都是非常的清晰可见 这里那是贵州龙的卡西特公园 是一个被城市包围的一个免费的公园 因为这一个公园是免费的 如果说它这个是假的 那么他们做这个的目的是干什么用的呢 因为这里不收人票 而且来到这个地方也不容易发现这一个化石 如果他们做假 是不是白白的浪费呢 时间费时又费力 又带不来经济的收益 所以我觉得 它不像是假的 但是说 如果说是真的 那么它在这个地方爆赛呢 至少也得有一两亿年嘛 那么早应该是晒烂了 所以说我现在也感不清 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们认为这个化石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这里呢 是贵阳卡西特公园 是一个不收名票的公园 被城市包围中的公园 这个公园里面呢 分为南北石林 两片石林都非常的壮观 非常的好看 然后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应该是属于北石林吧 我身后的这一个化石 非常的有意识 平时啊 如果说不注意看 从这边走过去 它都看不到这个化石 都会忽略掉 然后从这边看 我身后这里呢 有一片 有一个小景点 叫一线天 等一下我们再去体验一下 看一看 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眼 这一块化石 不管它是真的是假的 但是这个化石 真的是非常的形象 非常的生动 形象 也特别的好看 好 现在呢 我们走这边去看一看 我们走正在一个一线天 转过来 你看这边是正几通行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正来看一下 里面呢 就是有这么多石头 这些石头啊 非常的奇特 你看 有很多的凤凤 这些石头啊 估计它的形成啊 应该要经过几一年 才能形成吧 我这边走正是那个一线天 这个一线天比较窄 像我长得这么胖 估计要射的身子才能过去 不然可能会被卡住 你看 这一个缝隙很小 而且它是斜的 是这样斜过来的 难道正确真的是 可以看到一线天 好 走正去看一下 哎呦 再看一下 你看 差点要把我卡住了 还好 刚刚好 如果我再胖一点点的话 就正不来了 哎呦 路不好走 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个一线天的风光 这个一线天的高度 大概是十米左右 从底下到上面 有十米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上面啊 有很多的那个什么 藤条啊 树木啊 把它盖住了 很奇特 然后这一些席头啊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形成的 我估计啊 大约是几亿年前 这里呢 还是一遍汪洋大海 后来有一地壳运动的原因 海水慢慢的退去 然后这一些啊 就慢慢的落落出来 嗯 这些呢 应该是以前海底世界 有很多远古生物 有来游去转的洞 后来它就 海水退去 然后这些就化成席头 然后这些洞还是留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呢 有很多这样的洞 你看 到处都有 好我们赶紧通过这一个 异线田 你看 这个异线田很奇特哦 底下还有这样的 你看 再看上去 还有很多这样的孔孔洞洞 有很多这样不规则的这种洞 有大有小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大席头 看到没有 这个席头好像是从其他地方飞过来的 叫飞来席吧 你看它是刚好卡到这两边的这两个墙 那个席上面 刚好卡住了 如果说不小心的话 会不会再滑下来呢 看起来还是有点危险的 看来起地不宜久留 就抓紧时间通过 好我们赶紧通过 然后那这里呢 也有一块牌子写的 地际灾害 一发路段 快速通过 请无得留 好那我们赶紧通过吧 从这个小水分里面出去 出来呢 还是石林 还是石头 你看到处都有这样 孔孔洞洞 哎呦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咦 这里呢有一条路 这里好像没路了 小生碰头 看来这边的管理方 还是很灵性化的 设计了这么多的温馨体系 你看这些石头都非常的巨大 里面那些杂草丛生 我都不敢走进去 万里踩到蛇 这里肯定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这还有这里 也是像有这么多的 你看石头石洞 在往外面走 你看这里还有个洞 这里有一个牌子 写的是一线天 贵阳卡西特石林公园 这个公园是不收免票的 免费的 所以说由来贵阳游玩的朋友 也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 看看这片石林的奇特的风光 感受一下这一线天的神奇基础 以及感受一下 两亿多年前沿古化石的这种 震撼之处 再往上面走 走上来有一片石林 有一片树耳竹林 这边也有路 你看有很多这样的坑坑洼洼 石洞 我不知道走这边去通向哪里 那走这边过去又通向哪里了呢 走过去看一下吧 因为这里有一片竹林 虽然现在是白天 但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走在这边竹林的下面感觉到有点阴心 会有点啪 这里还有一个人 往这边走下来 那底下好像有一个广场 这个广场应该叫喀西特广场吧 对 这里呢还有一个洗手间 既然来了那就顺便唱个洗手间吧 不能浪费 上完洗手间 上完洗手间感觉浑身比较舒坦 现在我们到底下的这个广场去看一看 这个地方平息那点不多 感到这个地方微风吹吹 还能听到 鸟叫的声音 这里有一种花 这个花是什么花 开得很漂亮 你们记得它是什么花吗 再往前面走 刚才我们争取的这一片洗脸 就是有化洗的这个洗脸 然后过来这里呢 还有一片洗脸 这片洗脸没有化洗 但是这边的洗脸也是非常的奇特 有人在这边布置了一些天幕 不知道要干嘛 这里有一棵大树 估计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雕像 你知道这个雕像是谁吗 后面呢还有两座大楼 那两座大楼是属于 金阳医院的 是一座医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雕像 这个雕像啊 就是一代大师 王阳明 王阳明 旁边呢还有个小孩 难道那个小孩是王阳明小喜鹤 现在往这边走 因为现在太阳出来了 感觉有点闷热了 但是我再赶紧到树底下里面去盛一下凉 这里呢也有一条路可以上去 这里呢有一个路牌 这条路是不是非常有意境啊 很有感觉 拍照打卡应该是非常漂亮的 你看这些绿树成烟 但是呢 我感觉会比较危险 如果去晚上的话 估计都会有一些什么蛇啊 什么的在这边爬 估计会有的 然后 可以看到对面的那些高楼大厦 这片高楼大厦应该是属于 华润社区对吧 再往这边看 这里呢有一个水池 叫莲花池 但是现在好像没有莲花 那边呢有三栋 这样的大楼 这三栋大楼应该是一个商场 这里呢是桂阳观山湖区的喀西特公园 如果你有来到桂阳的话 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玩一玩感受一下这边的魅力 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它不收缘票 而且还可以看到化石 走到这个边就比较宽阔了 深厚的这一个湖泊那些叫 莲花池 这里呢还有一座桥叫莲花桥吧 对面特 这座桥就是莲花桥 然后上面呢那些高楼大厦 西州啊都是高楼大厦 也就说这一个公园是被这个 大厦包围着 好了 我现在马上要出去了 出到这个公园那边有个出口 今天的这个视频啊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 订阅与观看 谢谢